接下來 剛剛我們寫到 因為我們這個是第一次直播 所以沒有固定的觀看 有寫的時候 過程有問題 可以在留言板上發問 大家會用這個 應該是不用登錄就可以留言 因為我左邊電腦真的看 那如果有對這個書法 簡博文字有興趣的加入這個粉絲追蹤這一個頻道 有 興趣的朋友都可以來討論 很多很多內容用 用講的要講很久 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簡博我現在寫這個是傳書 光這個就可以 討論就可以 就可以論很久了 因為他要把我們過去的認為傳書的樣子 既有的那個老師教的 或者是 過去我們學的都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這個是傳書 或者是說 如果他不是傳書 他應該是要叫什麼 這一個 部分就 值得 深入的討論 如果 以後 討論區很多人的話 就一次講 不然我現在就是都 看到一個人解釋一次 這樣很累 接下來我們寫 仿冒的 拉近一點 是 仿前 前草的前 前面的錢 草 草帶的草 後面好像都切到了 太後面 草帶的草 是 沒有那麼難寫 跟你要寫 很端正的 凱書來比的話 這個算 還比較簡單 那難這個是難在 你要先認識這個字 但認識這個字其實也不能 因為他本來 跟我們現在寫的 行也差不了多少 那筆順的話 你用解楷書的筆順來套用這個 也會很接近 前草的 這個字在以前 漢草 情漢的時候也沒有 所以是我們自己偏旁造字 是 接下來是飄 飄就比較複雜 左上角那個C的那個形 其實他跟要不要的要的切法是一樣 他是很像兩個手 爪形中間拿的一個什麼東西 一個 半橢圓形的 然後打叉叉的這個字 飄逸的飄 好 這邊還有一個風 斜度 這邊還有一個風 接下來是一 飄逸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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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拼禮書和禮坊前朝的飄逸 接下來是就當我為遇見你伏筆 舊 其實我現在寫這個是算慢 實際上寫可以快點 因為在示範所以賣9 接下來是當 寫這個其實是不用身體外邊就是你還是做的正一點 然後把自己的寫寫 看一下 這四個字 八個字 當我不是說要有個就能所做的 你應該沒想到 是 你應該沒想到 不要說 這裏是 你應該沒想到 你應該沒想到 能不能做 有 你應該沒想到 你應該沒想到 好,換一張子 其實簡博文字一個字他也是有很多種寫法 本來一個字就會有很多種寫法 即使他原來一開始只有一種寫法 但是他經過那麼多人學過之後他就會變成很多種寫法 有時候有人習慣他一開始是橫畫的人習慣一字畫 不一定所以這個過程中就會導致後面學的人他的筆順就會不一樣 所以筆順是沒有標準的 我沒有說我這個你一定要學我照著來寫 才是標準沒有沒有那個標準 一定不可能有標準 我的標準是我自己的標準 我自己會習慣這樣 可是別人學的人不一定習慣 他每個人用每個人習慣的寫法 所以之後一定會改變 那字的字會變從轉變到立又變到凱 變化還是就是在筆順的差異過程中慢慢去變 好 寫我 位 這個位 看清楚一點 如果沒有 練過 位一定 看半天看不懂 所以我們看那個時刻的那個位置 你會寫石碑那些或者是青銅器的寫不好 或者是很難 覺得很難寫是因為那些字都沒有筆順 至少看不出筆順 事實上這一定是要能看得出筆順 才會好險 那為什麼沒有筆順 這個筆順的問題也是有機會慢慢來談 位 我為 遇見你 伏筆 請問 減 我旁邊那個這個是倒不用敲那麼高的這幾塊就會形成那個比 快的時候事實上是不一定要巧在小字的時候看不出來但是基本上古人在寫的時候他一定會有一個 寫完這個字要往下一個字的一個 筆順 所以他 寫為了要寫快他變成會比較寫 這個是一種 物理一種書寫習慣 當然不是說往上寫就會寫得滿但是基本上你往下會一直往下拉這個左高右低這個是你會看尤其理也請檢 伏筆 所以 你會看尤其是B 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來是天 金色等焰 天 下 旁邊有切到 前面是個字 所以寫簡博文字 現在我講的就是比較適合初學 如果要開始學的話 你要學簡博文字的精神的話 基本上還是用短封的為主 不要一開始就寫長 拿長封來寫 那你寫的我想寫寫個五年十年可能 也抓不到簡博文字的精華 他的精髓 他基本上就是要比要壓得很扁 你如果只是在筆尖上畫 那個簡博文字其實是沒有什麼精神 寫不出來的精神 所以還是一開始 一開始就先用 像這種 封比較短按 然後煎好 比較硬的 彈性好一點 來寫 相信一定會很快就學會 接下來又是重複的 天青色等煙雨 剛寫過 剛寫過 色 來寫 有人會問說為什麼簡博文字要寫那麼快 就像 這個是他們使用他們在傳遞資訊的一個工具 他當然要寫得快啊 你看得懂就好就像我們現在網路一樣你當然要網路越快越好 所以寫得快是基本 本來就要寫得快 不是因為 另外想說 不會有一種 一種字是先把他 寫成很難寫 後來又要把它改成很簡單 如果有這種講法其實是有問題 就是說 一開始傳說是很難寫 然後為了難寫所以把它改成很好寫 不會有這個過程 他一開始 發展假說我們看從哪個點切 這個字 所以你要看得出一個字的 演變眼鏡 一定要 有 不可以跳著看 對你從 你從 說文 說小時候那個問題又再說 我就是 秦柯史 真的秦柯史不是後來在課的 就是當時候的柯史 你如果看那個柯史在跳去看東漢的 碑 當然是跳那很大 那差了 已經東漢的時候又過了兩三百年 但是那個時刻的文字本來就不具備有傳承的 他沒有傳承的絕對的 必要因素 你要看你還是要看墨西文字 那為什麼的話就看論文 解說 有興趣討論 金色等煙雨 而我在等你 又要寫到我了 個別筆劃的問題 有時間我們在個別講 那先全部先寫 寫過一遍 和我 在 接下来 換一張 剛剛寫過 好 我在 等你 等 接下來是寫 等 比 扁一點的話比較好寫 就是讓它保持在扁扁的 狀態下 月色被打 撈起 月亮的月 在晴翰的時候 基本上型是一樣 它發展到後面的肉 也是很晚 所以 月 所以前後文來看 連起來 就知道是不是肉還是月 色 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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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 打 打這個字也是後來才有 所以 沒 晴翰 文字裡面 是沒有這個打字 右邊這個是丁 丁的話 丁的型 被打 撈起 撈好像也沒有 原來也沒有這個 撈 是偏旁組合 接下來是 撈 右邊是老 右邊是老 上面是火 撈起 剩下兩行 三行 看一下剛剛寫的 看一下剛剛寫的 換一張 下 是 暈開了 結 現在是暈開了結 很多字是 直接是凱書才出來的,在曆書根本也沒有,如果曆書沒有的話,他也不會有鑽書 所以很多字是我們現在為了需要去伸出他的鑽 其實他本來根本就沒有鑽這個 這個在 唐這個在宋版的縮文節字裡面 很多字是這樣,他是靠偏旁去組合起來 然後 其實這樣又讓人家無解,很多人無解說 是不是這個是在 秦漢秦朝的時候也是有這個縮文 許勝那時候編的時候是不是也有這個字 你如果一個字,一個字去對照 秦漢那時候真正在用的字的話 你會發現很多字型差別 差很大 錯誤很多 這個有機會再 慢慢來給個講 暈開的暈,上面一個日,下面一個均 暈開的暈 Ohh 一 三 來 樂樂這個字好像也是 之前很多字是以前有寫過 就知道他是 清漢都有查過清漢的時候沒有字都是在照 我有現在這個狀況 結局 結 剛剛忘了做一個段落 現在先做個段30分鐘做一個段 現在先中斷一下存檔